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美中贸易战下的台湾 地处科技岛链的最前线 华为生死存亡的关键 究竟是不是台积电 台湾在这场文明的冲突中 战队选边又可能面临怎样的风险呢 今晚我们为您邀请到 英国牛津大学国际政治与金融专家 汪浩博士 以及曾经在台湾从事金融IT产业的 89年北京学运领袖 乌尔开西先生为您深入分析 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汪浩博士 请您谈一谈 美中贸易战线看来是变成了高科技冷战 而且可能是进入持久战 台湾的角色究竟如何 大家很关心 我们看到的是中华电信和台湾大哥大 停止出售了华为的手机 那么台积电信它的角色 也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 甚至传出有台积电的芯片 在美国海关遭到拦截 那么台积电究竟是不是 华为的续命关键 台湾政府的立场又是如何呢 请您分析 对这个问题现在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 因为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的出口禁令 不是对于这个华为的出口禁令 把华为放到一个黑名单上面执行 那么同时呢给了三个月的缓冲期 就是说现有的跟华为的合约可以继续执行 但是新的合约就不行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对华为的整个产业链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台湾的很多厂商都会牵涉在这之中 当然这里面最关键的是台积电了 因为华为的无论是它的智慧手机 还是它的这个通讯设备网络的这个设备 这里面用的芯片绝大多数都是由这个高 高通这些美资企业设计的 但是是由台积电来生产的 然后华为拿去组装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么如果美国政府要严格执行对华为的出口限制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也是有办法迫使这个台积电 可能要对华为的出口做一些限制 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事物以待 看一看这个美国政府在这个华为禁令的执行上 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具体的态度和措施 那么从中国华为的一个长远的一个科技战的这个状态来看 这个现在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实际上 某种意义上在一种新形式的冷战 这个冷战与科技战在两边建立一个数字的铁幕 这个铁幕就是说将来中国和美国可能是 各自走一个不同的高科技的知识 不同的高科技的系统 各自独立发展独立的这个AI也好 大数据也好 这个5G也好 可能两边各自走各自自己不同的路线 那么在这种不同的路线的状况下 两边可能产品相互之间是不容的 这个各自服务一个不同的区域 那么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台湾本来是一个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中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岛屿链的一个关键的这个 关键点 一个关键的 他可能会在这方面不得不选边站 那怎么样选边站 实际上值得台湾的这个高科技业者和政府 有做出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讨论和考虑 好的感谢王浩博士 那么吴尔开先生在台湾曾经从事这个金融IT业 就怎么看台湾在美中贸易战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那么有人形容说台湾处在高科技产业的第一岛链是科技岛链 如果这个地缘政治的第一岛链一样是脆弱而关键的一个点 您的看法是什么 你同意刚才那个王浩博士说 未来可能会变成一个所谓的高科技冷战 美中之间还有形成一种所谓的数字铁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吴尔开西先生 我基本上完全同意王浩博士的刚刚的分析 毫无挑战之处 那么我即使以前在IT业做的时候 也是在做IT内部的金融 后来完全进入金融行业 所以对我们搞金融的人来讲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避险 我相信台湾是一个长期以来跟全世界做生意 所以我们对于避险的观念 其实是有一定的避险观念的 只不过就是在高科技这方面 过去世界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定位也是 号称是第一岛链 但实际上是比较生产端 但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对世界的那种挑战不大 反过来世界对台湾的依赖反而很大 九二一地震的时候把世界吓一跳 很担心当时的这个金融生产会不会 我们后来发现就原来世界上的金融生产这么大程度上依赖台湾 所以全世界共同来解救台湾当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也让大家开始重新思考 就是台湾会不会因为世界对我们的依赖这么大 就是只有在生产这方面 依赖这么大 而掉以轻心 这个我觉得倒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部分 尤其刚刚王浩博士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台湾很可能在面临将来的选边战这样的一个问题 台湾的订单来自全世界 但很多我们的上下游是在中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的时候就是急功近利一点的判断 你要真选边的话 有的时候觉得是不是 靠近中国这方面 对那种企业的利益比较直接 但是如果我们看清楚 不得不选的这个边两边 如果它真的是个科技冷战数字冷战的话 它其实背后并不完全只是科技的对抗而已 而是意识形态 而是价值观的对抗 那这就告诉我们说 这样的一种对抗 真正对抗下去 谁会赢谁会输 这个判断就不能光从科技金融避险这个角度 反而也要引进更重要的就是政治 而且这个政治就不是那么趋于政治 我们跟中国的远近 我们跟美国的远近 这个关系就变 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上 它的远近是一样的 如果你如果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 我们跟中国远 我们跟美国要近得多 好的 非常感谢这个沃尔凯西深入的分析 也延续他刚刚这个讨论 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汪浩博士 如果说现在是不只是美中之间的科技冷战 不只是数字冷战 而是一个价值观之间的对抗的话 台湾选边这样考虑的 是不是更多压力是不是更大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华 美国计划为之后也打算把这个海康威视等五家 陆企列入这个黑名单 那么美中贸易战的本质 现在究竟大家来探讨是经济战略的对抗 还是刚刚吴尔凯西先生说 是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一种对抗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事实上 日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的发言 他把美中贸易战的定位 上升到所谓文明之间的冲突 那这样子台湾的角色 究竟跟谁亲 跟谁输 跟谁近 跟谁远 要考量的恐怕就是更多了 您认为这种把美中贸易战的对抗 上升到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样子的形容是否适当呢 台湾的压力是不是又会更大 汪浩博士 对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三个层面 都同时存在 第一个当然是一个中美霸权战争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 新兴霸权挑战 自由霸权的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冲突 那么这个问题 大概一般媒体讨论也非常多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那第二个层面 就是沃尔凯西刚才说的 所谓价值的战争 那这个当然美国 作为这个自由民主的 国家 那么这个台湾也是一个自由民主 人权的国家 当然跟美国是应该站在同一个阵营的 那对抗中共的这种威权政治 和这个独裁体制 反人权反民主的体制 的这么样一个斗争 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 在这个中美贸易战里 中美性冷战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那第三个层面 关于这个文明的冲突 我觉得这个问题 实际上你要定义谁代表中华文明 因为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是对中华文明最大的背叛者 而不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当然美国是代表了某种西方的文明 那么中国所谓传统的中华文明 是不是真的是由中国共产党来代表 还是应该由台湾的这些个 能够真正的继承了 这个传统的东方文明的优势的 这样的一种哲学的思想 这样一种这个文化礼仪的 宗教的这个宽容态度的 这样一个国家来代表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值得讨论的误区 因为我完全觉得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一种中华文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代表中华文明的 一个好的这个一个一种代表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这个美国对华为的这个科技战 现在我们只看到的是第一步 可能是某些软件和硬件的禁运 那么再下面还有第二步 就是美国整体的提升它的出口管制 对中国的这个出口的高科技产品的整个出口的管制 美国商务部现在和国家安全部门正在考虑怎么样来加强 这个对中国的出口管制 然后第三步 还有很多步 对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在这个金融市场上对中国的限制 这个已经美国有这个金融市场有影响的人物在公开讨论 要让中国在美国上市的200多家公司下市 你们如果注意的话 昨天实际上上海的中信国际 中国最重要的造晶片的这个企业 已经公开宣布他要把自己在纽约交易所的这个AVR退市 所以实际上不光是这个美国方面在讨论这个金融方面跟中国的斗争 实际上中国方面也自己意识到主动提出 所以看来这个美中购义战 接下来还有很多好戏可看 感谢汪浩博士 因为时间有限 很快再请教这个吴尔凯 今天刚刚汪浩博士提到三个层次 我很快用两个层次来请教您好了 一个就是意识形态跟价值观的战争的话 美方现在其实有很多高层都批评中共的政权的一些做法 那现在刚来也提到说打算去这个可能制裁海抗卫士 我们知道海抗卫士在乌鲁木齐有三万只的监视器 那么最近新疆的人权也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您认为美国是不是会有可能把贸易和人权这两件事情重新的挂钩呢 那么另外刚提到文明冲突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汪浩博士认为说其实中共是背叛了中华文明 真正能代表中华文明的可能是台湾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美方把美中贸易战的定义滑向文明的冲突的话 台湾究竟该如何站队选边 您的看法 美国提出来它是文明冲突这一点并不是指它是东西方的文明冲突 它指的是专制和自由这两种不同的这个价值的这种文明的冲突 那么其实我在过去这么多年也常常听到有一些朋友会跟我们说 我们不能照搬西方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好像感觉我们这是一个东西方的文明冲突 我很想请教所谓的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的部分 哪一部分不能照搬 比方说人人平等这个观念吗 中国的历史这个东方文明之中对于人人平等这样的观念自古就有 然后或者说公民参与我们不应该有吗 那这个从陈胜吾广的时候 我们就很耳熟能详的就是王侯将相亲有种乎 所以真正的文明冲突绝不是所谓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冲突 共产党用这样一句就说我们不能照搬西方这样的一句话呢 是然后又控制媒体信息的情况之下 没有清晰的辩论的情况之下呢 让很多人变得很糊涂 以为我们这些现在的冲突是一种东西方的冲突 实际上在中国真正想照搬西方的只有一个党叫做共产党 他们要照搬马克思主义 那除了这个之外那个是个完全西方跟中国完全没有相关联的一种主义 被共产党这个在几十年前一百年前引进到中国 那么在中国今天所面对的文明冲突 跟美国面对的文明冲突 如果是专制和这个开明之间和开放是自由之间的冲突 那台湾并没有一个选边的问题 我们早已经选了这个边 而且我们发现更重要的是台湾作为一个东方文明的 今天的一个传统国家 我们今天的在台湾东方集体主义的文明仍然存在 而且已经上升成为社群主义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东西方文明不充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主角 一个证明 那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就是也呼应一下这个刚刚汪浩博士所说的东西方文明 在台湾面对东西方文明这一点 不仅不需要选边 如果是文明冲突 就是专制和这个开放自由的这个冲突之间 我们也早已经做好了这个选边了 所以这倒真的不是问题 好 感谢吴尔开基先生时间交还给博弈 因为在台北的时间比较紧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请两位来宾来为我们做一个结论呢 东西你觉得 好 那我们今天上半场谈的是六四下半场谈贸易战 其实也是相互有关联 毕竟是制度之争 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简单半分钟的总结 先请在线上的吴尔开基先生 我想台湾在面对一个新的格局的时候 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如何面对跟我们很近的 而且给我们非常大的威胁的北京政权 那同时就是如何跟一直疏远我们 一直隔绝我们的世界建立一个有效的对话 我想这是台湾最重要的课题 感谢吴尔开基先生 王浩博士 对于台湾来说就是三个问题 第一就是世界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家 中国共产党一个政党是以武力消灭台湾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做一本国策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台湾没有不选边的可能性 因为共产党已经把你框住了 已经选边递你选好了 第二一点就是说台湾在整个世界的科技也好 这个战略也好的重要性是因为中美这个新冷战的爆发 台湾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重要 而从这个意义上台湾人民应该有很大的自信心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在这个实际的产业链的调整中 现在台湾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来鼓励台商回流台湾 我觉得这个趋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快 那么这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鼓励台商 大量的这个从中国撤出来 去东南亚也好 去回台湾也好 这个对于整个世界产业类的调整是有很大好处的 好的 非常感谢在台湾中国演播室的王浩博士 也感谢人在法国 透过视讯参加我们今晚节目的乌尔开吉先生 感谢两位来宾还有台北的主持人 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听众观众也可以在社交网站上 收看我们本节目的精彩片段 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 网址是facebook.com 写线VOA China 以及youtube.com 写线VOA China 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 封堵华为科技冷战 美国绞杀中国模式 请您按私锁定 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凡东宁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